2023年成为美国中程导弹发展的关键一年 包括陆基提风系统 暗音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和精确打击导弹等大批先进武器相继服役 获取得突破性进展 进而让美国有望于2024年 首次实现冷战后 在印太地区建立陆基导弹库 这也意味着美国智库和部分国会议员 提出的印太火力环战略正逐步成型 及通过不同射程的常规导弹 对中国构成三个同心环的打击火力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21日称 美军已开始重建关岛附近的天宁岛空军基地 准备将其用具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 翻开地图就能发现 按照美国智库和部分国会议员提出的印太火力环战略 天宁岛正好处于打击中国 具有特殊优势的外环位置 据介绍 火力环战略是2022年8月 由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提出的 该智库在题为 火力环后中导条约世界的常规导弹战略的研究报告中宣称 自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以来 美国开始大力发展新型中程常规武器 但缺乏一个长期的指导战略 中国此前在不受条件约束的情况下 拥有了超过1250枚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包括射程2500公里的东风17 射程2150公里的东风21 和射程4000公里的东风26导弹 他们对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报道鼓吹应该根据美国拥有的常规导弹 以及在该地区的盟友关系 推动建立火力环战略 该战略是根据美国导弹射程的不同 建立以中国领土为核心的三个同心园 其中内环式射程在1000公里以内的中近程导弹 部署地点包括九州岛 本州岛 北海道 旅宋岛和绵兰老岛 等从日本到菲律宾的一系列岛屿 以及潜在的印度北部边境地区 中环扩充岛射程为1000到3000公里的中程导弹 但印太地区很少有具备合适的政治和地理条件的地方 来部署这些导弹 外环式射程在30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远程导弹 包括印度洋上的狄哥加西亚 澳大利亚北部帕老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 以及阿留申群岛等地 该报告尤其强调远程导弹的独特优势 因为它能以阿拉斯加和关岛等美国领土为基地 摆脱海外部署导弹所需的外交问题 并为美军指挥官提供在外国领土 可能无法获得的行动灵活性 由于中环导弹在印太地区缺乏部署地点 因此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认为 美国最好的做法是优先发展远程导弹 而不是中程导弹 考虑到远程导弹成本昂贵 美国因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导弹射程优势 和弹药运载能力 例如利用常规的多弹头独立 瞄准载数飞行器和机动载数飞行器 来增强打击效果 按照美国陆军的计划 预计2024年将在冷战后 首次于印太地区建立陆基导弹库 不过正如阿奎利诺所言 美军用具内环的中进程武器 经费投入很大 对远程导弹的投入太少 由于当前美军正面临 洲际导弹更新换代的巨大压力 彭博射12月曝光 新一代哨兵洲际导弹计划 严重超支 可能导致项目被终止 再次背景下 五角大楼暂时无力开启 新的远程导弹项目 目前已知计划中 只有暗宾高超音速导弹的射程 勉强能满足外环导弹的射程下限 这种情况限制了美军 使用地面火力打击 中国领土周边目标的能力 并限制了潜在的导弹部署地点数量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表示 无论是美国陆军主导的火力环战略 还是克拉克鼓吹 大量发射小型导弹的新战法 本质上都是美军各军种 争夺军费的技能 我们需要对于美军 在印太推进火力环战略保持警惕 但它仍面临政治和技术等多因素之一 感谢观看